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 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了 今天呢我们来看到 真言第十章 所罗门的真言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耶和华不使一人受饥饿 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手懒的要受贫穷 手情的却要富足 夏天聚恋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休之子 福祉临到义人的头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 恶人的名字必朽烂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 口里欲望的必至倾倒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必至败露 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 口里欲望的必至倾倒 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 无知人背上受刑杖 智慧人积存知识 欲望人的口素质败坏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臣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一人的勤劳至深 恶人的镜像至死 谨守训悔的 乃在生命的道上 为弃则备的 便失迷了路 隐藏怨恨的 有说谎的嘴 口出缠棒的 是欲望的人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一人的舌乃似高银 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一人的口教养多人 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欲望人以行恶为戏耍 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恶人所怕的 必临到他 一人所愿的 必蒙应允 暴风一过 恶人归于无有 一人的根基却是永久 懒惰人叫拆他的人 如醋倒崖 如烟熏木 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 但恶人的年岁 必被减少 一人的盼望 必得喜乐 恶人的指望 必至灭没 耶和华的道 是正值人的保障 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一人永不挪移 恶人不得住在地上 一人的口滋生智慧 乖谬的蛇必被割断 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 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还要记得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哦 拜拜